佛教讲三世因果 是指你今生所有的作为 都是你上一世所做行为而受的果报 上辈子积福积德的人 这辈子会享受这样的福报 很多人这辈子造业末法时期 已经等不到下辈子给你报应了 今世当场受报 枪毙还有判刑 还有很多人自杀 还有很多人被折磨的车祸 当场死亡 这些都是现世报 如果你们今天感觉到已经在身上报了 那你已经是现世报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不能造新业 今天菩萨再三让我跟大家讲 不能造新业呀 旧业菩萨根据你们修行和忏悔的一些原理 可以帮你们去掉很多 但是造了新业 你就连旧业新业一起报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永远不偷了 没有人会说他是个贼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十年偷一次 人家就会说 你从小偷到现在 你怎么改不了你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学佛人 过去做错的事情 永远不能再去重复的 去造新业 否则你旧业未了 新业又造 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未来 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不能造新业 社会上有很多人 整天在抱怨当中活着 他们已在浪费宝贵的生命了 精进修心学佛 就是挑战自我 其实人最难战胜的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你想改变别人 台长就是告诉你 先好好地改变自己 这就是正觉 如果你总觉得别人是错的 那就叫错觉 所以没有一个学佛的人 要有错觉 希望大家要正信正念 就是自我改变 先从自己改变开始 要常忏悔 要经常做一个没有怨气的人 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 这个人在人间才称为自在佛呀 有一个男士五十多岁了 他总是在年轻人面前感叹地说 哎 我要是现在二十多岁多好啊 我会比你们都好 我会做出很多成绩出来的 那些年轻人不服地说 那你二十多岁去干嘛了 男的说 哎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羡慕十几岁的孩子 所以我还没到成熟期 年轻人又问 那你到了成熟期之后 你又干了什么呢 我又在想要多干一些 时光一去不浮返 不努力的人 不务实的人 就像天空在界一百年 也叫空谈 所以学博人不能嘴巴讲 要实实在在的修心啊 真心的实修 精进的努力修 那你就是活在当下 学博人不能在感叹当中 浪费时间 浪费我们的青春 想一想 你们在座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 我们不能在这么浪费时间 没有功德 我们拿什么回去见我们的母亲啊 我们拿什么回到天上去啊 多多的度人 好好地念经 那才是真正学博人的心态啊 有时候想一想 自己五十了 啊 我六十了 我怎么已经像六十分了 我怎么七十了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抓紧点滴时间 正确对待人生 你才会拥有时间 拥有你的生命啊 学博人一定要把自己看空 一定要看空 一定要看到自己是空的 你就没有烦恼了 所以一定要经常想 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来的时候就一无所有 所以我也不会因为 要到走的时候想带走什么 所以不会因为我职而产生烦恼 不会因为自己的功高我慢 而整天感受到别人的嫉妒和北方 因为你觉得很了不起 别人说你不好 你就会挂在心上 啊 你敢讲我 啊 你怎么对我这样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 你是一个无名的人 你来到这个世界 连名字都没有 你是谁 等到你走的时候 你又是谁 几百年之后 你又是谁 想清楚 想明白 想明白 才懂得 人生是我们的旅行之地 不是我们的家呀 今天很多弟子在拜师的时候 跟师父说 师父 我找到回家的路了 所以 一个人 痛苦是自己找来的 烦恼是自己想来的 生气是你生出来的 就像生孩子一样 你不生 他哪来的孩子 你不生气 他哪来的气呀 好好的学佛 今天开始就不生气 你不生气 气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 就是要离开生气 离开烦恼 就是不去找寻痛苦 我们永远远离痛苦 所以在家人 学佛 要懂得随缘 比如 摔了一跤 心里很懊恼 我今天怎么会摔了一跤呢 你用佛法的思维来想 今天摔了一跤 哈哈 太好了 你看 又没伤 我躲过了一关 你用善良的心态去想问题 你会得到善良的回报 你用恶的种子去想问题 你越想越害怕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往好的地方想 人的心也是这样 只有把别人都当成菩萨 你的心中充满着菩萨 你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恶人 你的心中一定是恶贯满盈啊 他在这里 我怕自己是把这种心态去听 感谢观看